监控录像显示 4月13号晚上9点55分左右 张师傅把出租车停在了杭州长生路 靠近西湖的尽头位置 有三个人过来开车门 张师傅翻拍的这段监控录像 到主驾车门被拉开这里就停了 他说这是挨打后报警 民警带他看的视频 他自己车上的摄像头 刚好在前一天出故障了 张师傅说这时候他才注意到 对方总共有五六个人 民警赶到现场时 只剩下一名男子还在安抚他 张师傅去医院看了急诊 诊断是面部挫伤以及多处挫伤 张师傅说他现在每次复盘冲突经过都会非常生气 张师傅没有对方联系方式 杭州胡宾派出所已经出具了授案回职 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如果是我剧车的 那么你可以去投诉吗 那你到江城运管局可以投诉 但是不是不能这样打人的呀 打人就跑掉了 我说不可能让他这么下药法外的 我就反正就追求他的责任就可以了 没什么其他诉求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